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们特别在文化的板块上 很多记者 很多媒体就把这个话转来转去 之后会改革患药 这是真正的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但是说到这个语言 昨天顾斌教授谈到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看法 我倒是学了他的一个思想 我不知道他这个思想对不对 他认为这个小说最重要的是语言 比方说他说很多德国人 他们听这个诗歌 他们为了听到一种这个新的语言 那么他认为呢 比如说中国当代的这个小说作家 许许多多人 是语言控制了他们 而不是他们控制了语言 是什么语言控制了他们呢 你看他的指责就是说 他们就是媒体上面的语言 人民日报的语言 或者比较西话的语言 大家平常说话的语言 这些个语言控制了他写故事 好像您的意思认为 本来小说家应该反过来 为我们贡献出一种新的更美的语言 对另外一点 我来说语言是内容 内容是语言 对 语言是思想 思想是语言 对其实我觉得我在我读过顾教授有关 这个中国县当代文学的批评里面 我最赞同的其实就是这一点 但是呢我有保留的地方在哪 就是我觉得要把这个中国文学扩大来看 就是与其说是整个当代中国文学都有这个问题 我宁愿说是大陆文学有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我看来 在这个语言上面的考虑 我以为台湾作家 马来西亚的部分华人作家 甚至部分香港作家 对语言的这个考究 或者这种自觉要比大陆作家强 是吗 对我一直有这个感觉 就是49年之后啊 整个中文就开始出现两个不同的发展 一个发展是在大陆那方面 我觉得那个大陆的语言是一种被日常语言控制的语言 它是一种 他们的小说家越来越强调讲故事 对就说故事 但是我觉得台湾作家呢 比如说经过他们现代主义洗礼之后啊 60年代 他开始关注这个书面文字的语言的创造 走了两条不一样的路 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您说这个语言就是思想 思想就是语言 或者说语言就是内容 因为语言是词作的 每一个词会有一个很长的历史 所以一些当代诗人不包括 不才包括中国当代诗人在内 也包括外国人在内 他们说我们应该挖掘一个词的历史来 然后呢 我们会发现每一个词因为它有历史 所以在词里头 我们会找到一个很藏起来的 非常重要的思路 比如说我知道你对鲁迅评价 刚才聊鲁迅 现在也有人批评说鲁迅的语言 是一种文言文往白话文过渡期间 这么一种半文半白 甚至有些人说不太通的一种白话文 为什么你认为它也是在语言上面很厉害 因为它什么都包括 它包括中国传统 它重拾也包括西方的现代性modernity 现在在德国你会发现 比较好的小说家 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包括我们欧洲古代的文化 同时包括我们现代文化 他们在也可以这么说 他们有两脚可以用两脚走路 但是中国作家好像他们才会有一脚走路 一直脚走路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不晓顾教授同不同意 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宣还有个什么问题 我当然也认识很多作家 我觉得他们也很努力 做得也不错 做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举远一点例子 我很喜欢一个诗人 他是德国诗人 但是后来在法国住 就是保罗策兰 我觉得他了不起的地方在哪 就他的语言表面看很悔涩 很难懂 但是我觉得他在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经历过二次大战 经过纳粹之后 德文原来那么美好的一种语言 其实已经被一种政治高度污染了 我觉得对他来讲 他要做的一件事 这是我的理解 他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怎么样把他看来废墟般的德文理念 他要重建一个语言出来 他要拯救这个语言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同样有这种问题 就我们的语言被一种毛时代的语言 高度污染跟腐化了已经 日常生活都充满这种语言 我们作家要有气魄 怎么样在这样的废墟里面 重建一种语言出来 有时候我也感觉 尤其像我这个做媒体的 我为什么说 我说我干的就是人云亦云 有的时候嘴里说的那些个陈词烂调 自己都讨厌 然后就会觉得 你这个民族说话聊天 没点精彩的吗 对吧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很喜欢跟阿诚先生聊天 因为他语言非常精彩 能得到营养 但有时候你看啊 比如说网上有一些语言是很精彩的 是民众的创造 但是也有一些语言 老实讲 我自己都会有感觉 比如说大家一说谁死了 总是惯用句是天堂里有他的歌声 天堂里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难道不能换个说法吗 还有更讨厌的 还有更讨厌 比如说媒体大陆媒体这几年老说什么 那边又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的天哪 你看到他们连语言都不够用了 这边没有词 我知道他这个顾斌教授还研究过这个魏晋的文学 甚至你最爱李白 你觉得中国古代的这个语言文学 从你现在世界文学的角度看怎么讲 那我老说中国文学都属于世界文学 另外呢 我也是老说过 德国它到了1900年前后 才会有什么词 可以跟中国中世纪的词人比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到了李尔克到了Ben 以后我们才会有什么词人 可以跟当时中国的词人比 我还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 你刚刚说 预言是 49年以后 你用了 这样是破坏的 我完全同意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主张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作家 他们应该开始搞翻译工作 比方说波尔 他是72年活着诺贝文学 长着那个德国作家 他45年从战争回来以后 他说我应该重新学德文 但是他说 他怎么能够学德文呢 他开始翻译 他翻译美国小说 他通过翻译美国小说 好像能够恢复德语 所以北斗也是老这么说的 中国作家 他们到现在还受到了这个茅体 茅体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老要求中国当代作家 他们应该去外语 应该开始搞翻译 你觉得 比如说也有人说 中国的这个现在的语言 就本身就是受欧化语言的影响太重 像是现在报纸上的很多文字 其实都是西文的这个文法 你对这个 你觉得这是一种语言的包容呢 还是一种不好的东西 那人民日报的中文是假的 人民日报的中文是假的 是人做的 太做作 我不喜欢这个中文 但是呢 你看陆萱 你也可以发现 他受到了这个日语 还是德语的影响 但是他还会保留中国古代语言的那个成分和因素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他的语言这么丰富 什么都有 但是当代作家 他们因为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语言的最少好多吸引力 就像这个顾斌教授本人 听说是德语 英语 中文都能熟练使用 还会什么 二十几国的 我看什么 你会看你是个全世界语言通吗 不是 因为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学校和大学的系统 要求我们学好多外语 所以我在高中学校 学了高中语言 上了大学以后 我习惯了多学语言 所以我继续学 所以用来要求一下中国作家 咱们先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其实就讲到一个传统的问题 好像顾教授也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他说在欧洲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这个传统和文化的话 你读他当代的今天的文学 你就很难读得通 但是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1949年以前的事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照样也可以读他的现代当代小说 没有问题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这就说到一个传统 这个欧洲人咱们知道 尤其德国人 这他非常重视传统的 你觉得传统对于这个一个民族和社会 他的营养是什么呢 那是他的基础 那比如说现在也有人认为 我们今天中国社会好像也不错 什么什么都都忘记了 好像大家不也活着吗 很多人这么想 所以我就是说你要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吃饭 你可以穿最好的衣服 可以旅游等等 差不多了吧 那你不需要什么传统 但是基本上人会有一个灵魂 但是这个灵魂 无论你给他吃什么 他还是不满意 对 老是觉得灵魂不保啊 灵魂的这种饥饿感 对 那这个是可以从复古 从传统里边找东西 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很好的说法 过去就是未来 咱们说是什么让历史告诉未来 但是现在我们也开始挖掘历史了 到处建这个孔子学院 我不知道在一个德国汉学家的角度看起来 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个孔子或者说儒家有什么认识 目前我在香港写孔子一本书 我原来因为我也是文革培养的一个学 现在汉语的学者 文革培养的学现在汉语的学者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受到了当时的影响 觉得孔子没有什么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 可能是年龄的问题 我觉得我应该重新看一看论语 有什么 我发现有好多地方可以思考 但是不应该盲目的看论语 应该用一个批评性的态度来看 比如说 比方说孔子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谦虚的人 谦虚的人 他说每一个人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会犯错误 所以才需要老实 非常奇怪 这个孔子不是万事实表吗 所以原来他不需要什么老实 但是他说我也需要老实 三人行必有我 对 非常棒的说法 而且就是说 说是个什么 秋我也很幸运 如果我有过错 天下人全知道 是 是 了不起的说法 但是文道怎么看这个 现在咱们复兴什么传统文化的话题 我不知道 我有时候是有点担心的 当然今天中国经历过过去几十年 现在我们开始有国学热 某程度也是好事 但是问题是 这个国学热看要怎么样去用 就是所谓的用的意思是说 你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解读经典 你带着什么样的角度跟心态去看它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现在比如说有些人是试图说 我们今天中国一切都很好 我们今天中国跟西方不一样 我们什么都有自己一套 我们有自己的政治模式 经济模式 中国的道路 而这个道路是能够从儒家经典里面来说得通的 那么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有点自我东方化 就是有时候是利用了点击来说明我们今天什么都对 就是把自己变成东方主义的受害者 反而是 这是一种 但另外一种呢 就是 刚才这种是问题最大的 就是把过去当成一个符号 一个政治符号 图腾化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有时候我发现很多地方是把古迹当成一个商业的买卖 是 一些什么古城呢 随便瞎胡弄的就看了让人很伤心 拿古人做生意 对 拿婆婆子做生意一样 很让人难过 但是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德国 尤其是近两年来发生的一些事 让我们觉得呢 是不是德国文化界或者德国人对中国 今天的中国有一些看法 这个你是不是有所了解 基本上德国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 像德国大使说的话 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 另外中国人和德国人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 当然 也有一些地方 我们的观点不一样 但是 我们的关系是友好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像您对中国很了解 又有的中国来讲学啊 接触很多方面 你对今天的这个中国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印象 我关心的是 中国在城市进行的破坏 城市 城市 城市里面 比方说 今天的北京 我不认识 我根本不知道进行的北京 你最早是几几年来的 74年 75年 比我们都早 对 另外呢 75年 我第一次去苏州 苏州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完全是明朝留下来的一个城市 我第二次到苏州 把六年还好 但是94年 我发现他们把苏州一部分完全拆下来了 因为他们想作为什么第二次新加坡 现在我对苏州非常非常失望 另外呢 城墙 他们好像修改了 修了以后 给你的感觉是 这不是原来苏州的那个城墙 是一个假的古董 假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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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确实中国遍地假古董 所以今天中午就很多古迹啊 是变成主题公园 Thin Park 对 就是到处都把它变成一个主题公园 我不是好好跟你说过 有一回 就有人在一个 这个免得得罪当局啊 就不说啊 就反正某个城市 有一条旧的街道 那么要拆了 那么但是很多我们文化界 建筑界的说得保留 那是明清街道 那后来呢 有专家去发现啊 这个明清街道底下 还有一层路 那层路居然是东进的 哦 然后呢 那东进的街道 你在哪找 你说 结果当地政府说 哎呀 这太好了 把它整个挖出来 搬到外头弄个公园 哈哈 像这样在远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顾教授引起争议的 还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当年曾经有一本书很火 叫狼图腾 是不是您在采访当中还说 狼图腾是法西斯主义 我说过有这个倾向 有这个 这作为德国人 比较有资格这么说 是对我们德国人来说 有这么一个倾向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德国出版社 上交了好多好多地方 哦 在德国出版的时候 对 但是美国的那个版本也是 因为美国的那个 范尼茨他是犹太人 哦 但是你看当时我们的感觉啊 是这个中华民族多年激弱 就是好像被人家欺负 甚至有人说这个汉族人 就是太安和平了吧 总是被人家打 所以认为我们的这个民族精神里边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强悍的 尤其现在咱们大国崛起 配合着这个气氛 我们应该张扬一些 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可以说不啊 强大的精神 我不知道这对你来说 你的感官怎么样 但是现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对话时代 我们应该合作一个合作时代 我们不应该再继续互相打 哦 那么对于所谓民族性当中的这种软弱 你觉得有这种东西吗 问题就是你这么看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说中国人特别是男人比较弱 女人非常强 问题在男人 问题不是在女人 但是呢 一个真心的德国人 原来如果有什么问题 他会用暴力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打了太多战争 我觉得我们这样还继续不行 所以在这个方面上 我们应该向中文学习 怎么解决问题 因为中国人他们主张 可能太多主张和谐 德国人太少 过去太少主张和谐 原来反对和谐 觉得打才好 打才好 对 是不是德国人有一种坚持立场 坚持原则 不肯妥协的这种行动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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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现在也开始软弱 对 因为我们的那个第二次大战争后 觉得我们的罪太多了 我们现在应该走上一条新路 和谐 所以我们想 我们想想所有的其他的 重要的文化和民族学习 也包括中国在内 那么对于中国现在 就是据说再走向强大 是不是我们听说德国或者欧洲 什么有些人吃了酸葡萄 你据你所知有这种心理吗 或者有点怕 我什么都不怕 我不是跟他们一样怎么想的 想的 算成 他们这个看法有点问题 但是因为他们是人 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 他们为什么这么想 你别忘了 我们还没有同意的那个西德 当时的那个西德 我们钱多得要命 我们同意了以后 我们的生活水平低一些 没有过去高 但是我们还好 我们还是一个福利国 但是我们同意了以后 人越来越多觉得 我们没有办法享受 我们过去享受的那个生活 另外呢 现在因为中国经济这么发达 所以德国不少公司 他们要关门 真的是这样 所以他们 有些人他们开始害怕中国 也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是人 人文学的主题 我是觉得刚才在讲 《狼图层》的时候 我对这本书也是有点保留 因为我觉得那个问题是 那种想法还很容易 在今天的中国取得共鸣 就是中国人接受太久一种教育 这个教育很强调一点 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这个想法是一种很赤裸的 达尔文主义 是把所有的种族 都当成不同的物种 所以《狼图层》 你看它用一个动物 它其实是在用一个动物 来把一种民族 当成一种物种来考虑